进入第39天 以色列军队成功证据哈马斯所统治的加萨议会 还夺下研制武器的重镇 不过哈马斯持续反击朝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卡拉则透露哈马斯正考虑释放多达50名人职 来换取以色列的三天停火 双方积极斡选谈判中 以色列士兵躲在沙丘后方锁定哈马斯目标 立即开火 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猛力向前冲 地面部队进到建筑内 立即展开地毯式扫党 但光开枪还不够 为了确保哈马斯无法再利用这栋建筑 以军安装大量炸药 直接将它引爆瞬间移为平地 以军入空两路夹击 更声称目前已经控制整个加萨市 以色列第七旅哥兰旅士兵 不只攻占议会议事厅 更高举以色列国旗庆祝还打下敌军的研制武器工程学院和训练场 不过哈马斯也不是乖乖挨打持续从各地回击 民兵在城市巷洞内和乙军打游击战 只要看到以色列坦克就连环发射RPG火箭 此外哈马斯也朝以色列境内多处持续发射火箭弹 阿什克隆的住宅区有一整排民宅 外墙上被炸出一个个小洞 窗户玻璃全被震碎 以色列警方还寻货火箭弹残骸 所幸这名屋主全家安然无恙 但在台拉维夫有两名平民 因为哈马斯火箭弹被铁琼系统拦截后 遭碎片击中受伤 不过有一群以色列人 从周二开始展开为期五天的示威游行 他们要从台拉维夫一路走到耶路撒冷 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措施救出哈马斯手上的人值 不要提供他 不要提供他 איפה אתם? איפה אתם? איפה אתם? אני努力 从 בנימין הצניהו וכל הקבינט 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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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游行人群高举遭绑架的亲属照片 高喊立即带他们回家的口号 CNN记者也跟随着示威队伍 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 APAC领袖峰会前透露 以色列和哈马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 释放人职 然而已军日以激演的轰炸 人道问题持续恶化 加萨严重缺水缺粮 甚至最后一间还在盈域的面粉厂 因为燃料即将耗尽 只能再撑12天 人道组织因为生命备受威胁 不得不暂时撤离 未来好几天将没有援助卡车 进入北加萨 受苦挨饿的老百姓 未来情况堪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以哈双方正进行释放人职 交换停火的谈判 进展如何 请记者陈玉文告诉我们 好 居然是难看到 是现在以哈冲突至今 这个居中斡旋的国家之一是卡达 他们正在推动一项换球协议 就是哈马斯方面 可以释放多达50名人质 来换取以色列停火三天 以及允许更多人道援助 进到加萨里头去 如果成功的话 将会是一次释放最多人次的一次 目前来讲基本上哈马斯 他们是大致同意这项协议的 但是乙方并没有答应这样的协议 他们有很多细节还在讨论当中 包含是要不要释放这个监狱当中 所关押的八国的妇孺等等 以及人道援助如何进去等等相关 他们都还在讨论当中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是 其实之前乙方的军队就曾经放话说 乙军是不会停止战斗的 除非他们可以完全的消灭掉哈马斯 我们再看到这一位是乙国总理 他又提到说 希望在不停火的情况下 换取哈马斯来释放乙国的人质 当然这样的要求 要达到难度是非常高的 先前四度未能对乙哈冲突 达成决议的联合国安理会 终于在昨晚以12票 建成达成决议 请教许文 好再看到就是关于乙哈冲突至今 这个维护国际和平的联合国安理会 能否发挥到他们的作用 因为先前关于有四度 这个乙哈冲突的决议文 通通都无法通过表决做成决议 但是现在有一项决议文 终于是能够在第五度标决 终于闯关通过了 这项决议文是由这马尔他来提起的 所起草的决议文 包含是要求在加萨的战事 必须要能够人到暂停 但是用的字并不是停火 这样的字也是人到暂停 以及说敦促乙军 要能够守法的保护平民 还有让国际援助进到加萨去 来保障儿童 跟禁止他们挟持人质 我们看到是安理会当中 一共有15个成员国 是获取到了12票的赞成 当中有3票是弃权的 这包含的是美国跟英国 因为这个文案当中 没有提及到批评哈马斯的行为 因此他们选择弃权 而至于俄罗斯是因为没有提到 要立即停火 他们同样也选择弃权 但是来看到的是 以色列他们是否决这项决议的 并且要求八方的驻联合大使 要能够回应这相关的问题 所以这项决议是否能缓解 加萨的人道危机 还是值得关注的 以色列攻进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至少29名重症患者声明垂回 以色列军方也公布影片 指控在院内找到了 哈马斯存放的武器 外面则表示无法查证 以色列的影片是否属实 烟雾中传来咳嗽声 以色列军方攻进加萨 最大的西法医院 内部惨况曝光 可以看到墙上散布被炸穿的洞 病房被破坏 医务人员克难的拿手电筒 找寻患者 最惨的是重症病房 维持生命的机器全被毁 许多患者被撤出病房 只能等死 以色列军方表示 攻击西法医院 是因为哈马斯把医院 当指挥中心 皮群发言人还带着镜头 进入医院四处翻找 在核磁共振仪器后 发现武器 另一边柜子上 同样发现大量枪支 哈马斯反驳指控 CNN也说无法核实 以军说法 路透社说 影像虽和医院相符 但以军却对西法医院 递到藏有武器 以及是否发现 递到入口 直指不提 TVP新闻综合报导 以哈爆发冲突之后 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 却成了舆论正常 再交个英文 确实难看到 现在以哈冲突 在远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 微博上是出现 一个蛮大的舆论场 就是都在反对 犹太人的声浪 我们现在看到 是先前 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名华裔的就是中尼的混血儿 被哈马斯绑走 而他的华裔妈妈有受访 但是这篇报道却引发 很大量的负贫 很多人在骂他们 再看到的是 网路上在微博上 是很多人把以色列 特洪加萨利比城当年的 纳粹大屠杀的情形 而再看到是还有就是 他们的地图百度的网页板 竟然把以色列国民给消失掉了 甚至是很多的负贫 涌进骂这个 以色列的驻华大使馆 他们因此必须开启的是 过滤别人的功能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大陆网民 会去骂以色列呢 我们就看到是有分析 认为说这个反游的舆论 跟他们的民族情绪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从很多不可靠 不平衡的东西管道 来获取相关的资讯之外 就是北京官方是比较支持 巴勒斯坦人的 所以引发了中国的反犹太人的 这样民族情绪 所以看到是现在 这个以色列驻港的总领事 对你说这样子反游的情绪 他认为是非常失望的 好 那除了以巴封突之外 请什么这个QR Code 有各类新闻可以一手掌握 平均每两人就有一人安装 高普及绿串连成一张强大防护网 消费者常常因为 没有办法辨识讯息里面的真伪 很严重的影响到企业跟商家 透过研究